當她就像神想要的準備, 當她成為女人, 當她成為女人。 當她成為女人, 在舊約中, 所有的預表和預言都成真在這中間。 所以, 不是在神祖宗中, 但是在家裡, 因為耶穌基督必須生存在一個違法的方法。 要在家裡, 夫妻也不能在教堂裡生存在家裡。 所以,當她在聖殿後, 聖靈後, 聖靈就來到了她。 所以, 之後, 聖靈後, 聖靈後, 請她, 她會成為母親。 請她, 如果她願意。 因為瑪利亞, 在這時候, 她懷孕了她的生命, 因為她必須被殺人, 她並沒有結婚。 因為瑪利亞懷孕, 因為她並沒有結婚。 她問天使, 她問天使, 怎麼會這樣做呢? 聖靈後, 聖靈後, 她問天使, 這怎麼可能發生呢? 我還沒結婚。 天使告訴她, 借著聖靈, 她說, 我願意。 所以, 這就是, 神的祈禮, 為創造的祈禮。 這就是成就了, 就是造神的祈禮, 創造的祈禮。 神的祈禮, 通過聖靈後, 神的祈禮, 說, 對, 因為神不是一種人, 以為人無法使用, 而神不會為人無法使用。 神不會為人無法使用, 神不會為人無法使用。 但是我們看到瑪莉亞 非常準備好, 非常貴重。 我們現在看到 整個聖聖傳統的故事, 如何終於獲得這個女人。 這因此,我們看到這些奇怪的東西, 例如, 聖傳統的聖傳統的聖傳統, 沒有任何聖傳統的聖傳統的聖傳統。 它有一個箱子, 在聖傳統的聖傳統的聖傳統。 這裡有一個圖像, 是為聖傳統, 神所屬的聖傳統, 而聖傳統的聖傳統、聖傳統的聖傳統, 就是聖母瑪利亞,一個活的貴子裡。 神的道就是聖言,真正的活的道,進入到祂裡面。 看來,這就是每件事。 如果你看到古代的聖誕中, 有這麼多文章, 不是文章, 但是文章的文章, 似乎沒有意義的意義。 現在他們有真正的意義, 是指著神是一個人類的事, 是一個人類的事。 今天這個祝福祉, 是一個祝福祉的聖誕, 是為了我們所有的節慶的準備。 因為你看到今天, 每個人都有手機和鍵, 我們心中有很多資訊, 尤其是孩子們。 這些東西都在記憶中存在。 如果這個保存充滿不良的東西, 嚴重的東西、 傷害的東西, 就會發生多媒體的疾病和問題, 在我們個人的生活中, 以及在其他人的生活中。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老是看這些多媒體的資訊, 這些默默的存在你的腦海裡的記憶中, 那它可能裡面有一些恐懼, 或一些不好的事件, 會產生憂鬱、 或一些懼怕、擔憂, 會影響你整個人。 想想看, 聖母瑪利亞在智聖說, 她愛神以非常獨特的方式, 以她整個生命來愛神。 有些人會問說, 她父母親怎麼會把這麼小的小孩陷到聖殿裡?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的。 但第二點, 雖然他們想要小孩, 他們並不是很狹窄的小孩。 想想, 很多人都沒有孩子, 他們想要這麼多孩子, 最後,他們想要小孩, 是我的孩子, 擔憂, 而他們破壞了他的性格, 因為他們說, 我終於想要這個, 而神給了我的孩子, 它屬於我的孩子。 但這不正確的方式是否正確的。 因為我希望我長得財富。 他們想要孩子, 因為那些人的喊為佳人、 為他們的喊為喊為喊, 而為人類的喊為喊為了喊, 在他們的喊為喊為喊, 聖母的父母親非常想要小孩, 但是他們想要小孩, 不是只是為了他們, 為了整個以色列人,為了神。 當你擁有這台車的時候, 你會說,這台車就是屬於我個人的。 所以,我會說,